来自心上的答案 生活是最好的修行 第一章 生活是最好的禅修 问题十二 用最高的敬意来对待身体 问我们是否应该避免艺术、摄影及电影中的裸露以性行为 或者我们是否能用正念来看戏这件事情 人体是漂亮的 性本身也可以是一件美丽且充满灵性的事 没有了性 佛陀便无法来到这世上 我们无法将我们的心与身体分开 我们的身体就跟我们的心灵一样神圣 这就是为何 当我们将身体视为一件消费品 或是一个欲望的对象时 我们就不是真正的看到了身体 我们应该用最高的敬意来对待我们的身体 当我们接触到另一个人的身体时 我们也接触到了他们的心与灵魂 佛陀说人类是由五运组成 摄运、受运、想运、行运和释运 这五运相互依赖才能体现出来 少了摄运、释运就无法体现出来 这就是为何了解身体以精神是合而为一的洞见 非常重要 当你尊重某人时 你也会尊重他的身体 而不光只是他的感觉 认知与意识 性可以出现在艺术作品中 但是 如果你呈现身体的方式 只会灌输遗忘的种子 那你便是在泼下 让你自己以他人在未来受苦的种子 有些诗人、诗影家、与电影创作者 能将人体展现成令人沉湿与尊敬的作品 如果人体是用这种方式呈现出来 就能灌溉观赏者心中所拥有的美丽 喜乐、尊敬的、崇拜的种子 这才是正确之道 我们必须经由人体的呈现方式 来激发我们的信心快乐与喜悦 问题13 简单的生活能带来许多快乐 问 我无法想象过着没有相机或手机的生活 依赖这些方便的东西是错的吗? 答 拥有一台相机是件很棒的事 但没有相机也是很棒的事 正念协助我们看到了拥有相机的乐趣 却不会过分夸大这个乐趣 正念协助我们在没有相机时 转而拥有更好的相机 这未必是好事 看准了我们心中想要的消费弱点 制造商持续的生产 更多的产品 我们丢弃的东西便污染了世界 而且为了消费更多 我们必须一直忙碌工作 没有时间去爱 去建立兄弟与姐妹的情谊 我们必须休息更简单的生活方式 好让我们不会觉得需要很多的消费 简单的生活能带来许多的快乐 下一个视频我将会继续读送 与大家分享 我们生活在多元文化的社会 要如何欣赏每一种文化的不同 还有就是 我们活在忙忙碌碌的世界当中 要如何才能够学会简单生活的艺术呢 记得订阅 与按小铃铛 系统将会自动的通知你观看 聆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